五党籍的现议员候选人杨华美 26号一大早6点就起床了 表示没有什么事就顾着回选民的讯息 因此他忘了带身份证 在10点半呢 才赶到中正国小来完成投票 他表示说心情很平静 一切就交给选民 期盼未来花莲能够持续有被监督的力量 今年要争取联论的五党籍现议员候选人杨华美 25号晚上8点左右结束选前之夜 特别前往火车站迎接返乡投票的花莲相亲 26日投票日一早6点左右就起床 虽然获得短暂休息 但依然回复选民讯息 并在妹妹杨华庙陪同下 约在上午10点40分完成投票 昨天晚上的选前之夜 大概到8点多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整理好场地 恢复好场地 然后志工说说话 然后我们大概 我们还去了火车站迎接返乡的 那个年轻人回来投票的年轻人 那快到10点我们就离开火车站 然后到办公室大家聚一聚 说说话 然后就回家休息了 那今天早上没办法 还是一样 6点就起来 5点多就起来 然后做一下 回复一下讯息啊等等 然后梳洗好 我们就出来投票了 那不管今天的结果如何 都还是很希望 花莲的发展能够越来的越好 然后越来越适合更多的人来移居 然后让花莲的不管各个族群的人 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那也希望我们的资讯 县府的资讯 或者各式各样的资讯 都能够更公开透明 让更多的公民来参与 来了解 然后来做好 更好的施政规划 杨花美表示 一切交给选民 不管最后选取结果如何 期盼花莲发展能越来越好 成为更适合移居城市 让不同族群更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县府资讯更公开透明 让更多公民参与了解 为花莲做出更好的施政规划 记者长包业花莲师报导